《時代論壇》 聲音專欄 每週精選 2016年3月20日 第1490期時代論壇 專欄是青黃不摺 由陳楚思贊文 題目是 生活淺行 有耶穌嗎 堅持一些生活方式 對我來說就是信仰實淺 跟初信的時候堅持 每次問What would Jesus do的態度一樣 例如支持小店 買公平貿易的貨品 盡量少去連鎖店 想盡量不參與剝削 自己年前與獨棚一名的 就是不光顧地產商之後 我逐點反思消費 留意到生活細節對於世界的影響 目睹很多信仰不同的人 更徹底地履行信念 例如踩單車減碳排放 改食全數以免傷害動物 教我望塵莫及 反而 經常遇見主內弟兄姊妹 慶高采烈談論是後半樂購物 絲毫無考慮消費背後的種種 我心裏暗自不甘 為何不叫自己做基督信徒 在生活淺行上經常比信徒更徹底呢 我們信得有多深啊 有時想 教會可不可以少些唱些空泛的詩歌 乾脆轉化為生活實踐的群體呢 原來四世紀之前 貴教會的成立正是近似的想法 上年參加基督教協進會舉辦的 《基督宗教的崇拜及禮儀》的課程 認識到貴教會是脫離貴族化的聖工會而成立 主張人人不平等 曾經積極參與反奴隸等等運動 成立國際特赦組織 1947年贏得諾貝爾和平獎 演變至今 有成員會堅拒買某些工廠製品 因為現代的奴隸就是工廠工人 那次參加貴教會聚會 十幾個白人圍圈坐著 正得出奇 很多人閉上眼睛好像是默想 又好像集體五歲一樣 環境很簡約 甚麼擺設都沒有 有位男士開聲說幾句對公義的領會 又回復安靜 聚會完結 他們解釋 他們拒絕禮儀和認識 會員不一定要讀聖經 任他們去自由接觸那個 無以名葬的屬靈個體 連耶穌的名字都不一定要提 這些想法頗受爭議 世界各地的貴教會之中 亦都有不同的取態 這次經驗令我猛地發現 最嚴謹的生活實踐 經年累月 可以演變成鬆散的信仰框架 我是否能夠說清 生活實踐背後的根基呢 我是否也會成為一個 不提耶穌不讀聖經的信徒呢 感恩又趙崇明的 《教逢中的漂泊》 香港教會的行女政治一本書 幫助我解開儀道 書中有關生活政治的部分 令我大開眼界 學習立足於基督信仰去思考 而不只用一般知識去分析 以重新發現 看似逐套的熟靈概念 和衣食住行的關係 越是想良心消費 越發現良心的軟弱 我們生活涉足的種種 有著一百年前的貪婪 和二千公里之外的殘暴的痕跡 生活淺行的前提 是我信唯有主能逃沒罪惡 唯有主能拯救 當我最終還是買了 富士康血類製品的iPhone 我只好求主憐憫 亦都盼望 將不再有邪惡的新天新地 多謝你收聽網播時代 Times on Ai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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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